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被财神爷盯上的生肖 要想七月服了 生肖叔叔 命中殆尽的生肖叔叔之人 自命不凡 他们身边 总是会有很多惊喜和财富 虽一生平平淡淡 但是总会有一时激起千层浪之时 虽有好运缠身 但是来的都很晚 进入七月命理极星高照 必能发财享福 全家大富大贵 生肖叔叔 生肖叔叔之人 不管遇谁都是友善面对 不管是对谁都是照顾有家 他们一生的机会很多 当然一生的财运也是很多 虽然你有时候他们时运不济 但并没有放弃努力 七月好运相伴 此刻正是你们 努力上进发财的重要时刻 只要抓住时机必能大富大贵 生肖叔虎 生肖叔虎之人身边的机会很多 虽然之前运势稍有不逊 但是在七月到来之际 命理财富共有天梭吉星照耀 倒是比能升官 发财收获满满的金钱运 生肖叔马 生肖叔马之人为人善良 从来没有半点害人之心 虽然你们运势平平 但你们依旧勇往之前 进入七月好运缠身 命理红蓝星动 不仅有意外桃花运 还会有财运临发之势 生肖属猪 生肖猪的人七月上旬 田宅功德天府吉星庇佑 因好运影响 有望告别早前一月流年不利 难有大喜事的现状 到时候好运不断 财运爆发 财库定能越来越丰融 另外对于部分属猪之人而言 虽然目前事业不顺心较多 但是只要想清楚 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随着好运加持 往后事业中 能够有较大的突破机会 不管运势如何 请记住事在人为 切不可坐等钱财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七天内走狗始运 六大生肖天才 天福 天运 属牛 对于属牛之人来说 七天内将有大喜临头 好运会伴随在你的左右 天天走狗始运 不管是财运上 还是事业运上 都能够获得横财之喜 从此走上发财的一条不归路 生活会越来越精彩 属狗 属狗之人命贵多金 一生锦衣玉食 未来一周天运时暴涨 天降横财 存款倍增 天红福齐天 万事顺利 事业红火 财运亨通 正财横财偏财扎堆来 生活品质优越 属虎 生肖虎头脑精明 能力出众 他们比较有领导能力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 都会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未来七天天降红福 生肖虎阴寿路洗 和天才进驻命宫的关系 届时运势好到爆炸 财运甚至好到 连老天都觉得过分 正财横财如雨倾盆下 大奖小奖不断涌进家 事事称心如意 富贵进门 总而言之生肖虎 只要一直能勤奋努力工作下去 就会赚大钱发大财 存款直线上升 一生享尽荣华 属猪 属猪之人七天内 赢财神皆横财 多喜有多金 好运难挡 横财大发 升职加薪 事业如鱼得水 事半功倍 可以积累不小的财富 发财门路广 还有不小的偏财到来 生活处处有惊喜 属龙 生肖属龙的人 未来七天有喜新入命的 贵人运非常的好 通常他们一出手 都能够赚得盆满波盈 锐碎祥年 同时还会学习理财 力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想法的人 是一个赚钱能手 如果能够平稳的 度过眼前的波折 那么一生注定财富双收 属鸡 生肖鸡惹不起 未来七天天降红浮 运势好到爆炸 事事称心如意 生肖鸡总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乐观自强 很少出现负能量的一面 未来七天天降红浮 生肖鸡观鹿宫 得鹿勋吉星照耀 届时运势好到爆炸 收入暴涨 事事称心如意 假如顺利抓住时机 能遇到很多贵人 此外生肖鸡凭借好运 工作中逢流年 吉星进驻财博 今后将赢得众人的信任和支持 定能光宗耀祖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友 你身边有属猴的人吗 请为他们接福 属猴的人今天开始好运一辈子 身猴属相的人具有剧烈的进取心 他们从小就喜爱读书 他们将聪明聪明首要倾注在学业上 他们不甘落后 总希望学习效果优异 因而勤学好问 博文强制 但有时生搬硬套 通过吃苦尽力 才能够成才 中年之后 运势极佳 享受子女带来的福气 猴年出生的人性格乐观 坦率 不畏困难 多数都是白手起家的人 他们的优点 让他们创业的过程中 每次能让化显为夷 少年运比较辛苦 一学习一项技能才能安居乐业 稳定家庭 亲们 你是属猴的吗 仍是你家人有属猴的呢 如果有 那就请爱惜吧 属猴的人不爱记仇 有啥说啥 说完了也就忘记了 属猴的人不爱太计较 但心里仍是跟明镜似的 谁好谁胆 他自个心里很明白 属猴的人崇豪情 不会马马虎虎爱情 但一旦爱上了 就身陷其间 用情置身 所以对属猴的人来说 爱很用力 伤也很痛 属猴的人 喜爱用肩默沉静来逃避悲伤 嘴上啥都不说 本来心里早已悲惨 属猴的人心里想啥也历来不说 他人也猜不到 对比奥秘 一 生肖猴的性格特质 生肖猴个性多变 好动 他们十分聪明伶俐 多才而且心灵手巧 做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 当然十分具有狭义心肠 多为别人助想 他们的个性十分坚定 自己认定的目标一定会坚持不懈 奋斗到底 十分聪明 他们丝毫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 喜诺哀乐总是写在脸上 不过生肖猴十分精明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不会顽固不化 二 生肖猴的最大优点 生肖猴的最大优点就是才能高 具有十分优秀的头脑 行动活泼 喜欢交朋友 反应能力特别快 社交手腕高明 能够迅速地跟别人打成一片 十分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 他们十分适合从事演艺事业 精力充沛 机智勇敢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平时做事情 也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生肖猴如果能够善用机会 一定能够创造很多财富 三 生肖猴的最大缺点 生肖猴的最大缺点 就是说话不经过脑子 喜欢说大话 生活之中喜欢玩耍 不遵守社会秩序 缺乏耐心 依赖心非常强 做事情不会持续太久 当然他们 如果能够学会脚踏实地 成功将在不远的将来等待住生肖猴 所以要多多改正自己的缺点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 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